詞曲 李宗盛雄 作曲 李宗盛雄 事故 所以拿為其子生涯米分度的向來 在者次近非近距離之間 為其總覺得 所以而察覺到他 卻又不願意向他倒之呼 所以而次變成你的一個只知道世界上 我不覺得其實 羅琳娃這件事都是一種追求 所以之後大家就同時喜好了蘿莉卡 在一個有寫網上的更來的三成的規格 一方面是因為爸爸仍處於 我爸爸仍是己說 學習不如去留意國 我就有長逢的難過 耳耳不畏哭 流水不使用 安慰自己的裝飾品 過每月的生活 就好像沒完沒了解我事 而每一次 我總要去重新學習 仍然要學到自己愛的 她是比較現代化的 她家由睡房走到廁所 平均是需要十秒的 而我家是只需要五秒 所以看來我家是比較方便的 媽媽內向沉靜 偶然的幽默只是神來之筆 必須天時地理配合 男人的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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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叫什麼 弟弟 男人的小弟 彎了 可不可以叫做柴彎呢 這類生物的問題 這類生物的問題 就是避線 這裡都比較沉悶 避線 突然買了旁邊的老夫子 雖然這兩本書 都是不斷重複內容 欠缺誠意 那時候我們都有 這個堅定的理念 就是 只有色情的笑話 才是笑話 那時候 由人變成了鬼 不出所料 第二天 小狡鬼是請了病假的 明天 大廃 小狼 大廣 四周 大廣 昔 會不會相對上沒有那麼吵架 即是存在了 又或者是我已經認識了新的朋友 又可能是戒指生 現在聽了這麼奇怪的轉片底下 他後來就可以 我殺死一頭野獸 我可以拿出來 我殺死一頭野獸 或者通過甚至殺死一個處女 其實某程度上你就經驗了一個 你沒有辦法在 會和搞我親子 像一群人一樣 玩一下 其中有些好笑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他決定要組織一個秘密的團體 這個秘密團體叫什麼呢 厲害了 這個字是我不懂得讀的 簡單來說就是毛頭獸 張惠君你有沒有那個徽號 給大家看一下 他有個徽號 就是一個像公仔麵的人 打開 公仔麵的符號 就是一個頭 又打開了手腳 那個 就像一個五字樣的樣子 對 對 玩得很像 對 第一個這樣的情況 但是那個公仔 那個封號 是一個大字形的東西 但是這個就是很多字 都可以 看四隻手腳 我看都可以 這個分號 就是這個交流的開程 其實所以 想到的東西 想到什麼 問到什麼 總之你沒有告訴別人 就是一位 就是介乎在兩位妻子之間 認識的 就是一個女生叫Laura 王來 如果你住在香港 你去大嶼山 就是去旅行 而大部分是步行 坐車時間短 如果是旅遊的話 就是指導國外官 我們要遵守什麼律法 而同時 他想說的就是 其實這樣的存在 不是為了令我們遵守 這樣的存在 其實是為了要我們去違抗它 為什麼呢 就是